接下來要教的是一個重點叫做庫倫定律 有一位大哥叫庫倫 利用自己發明一個神奇的儀器 扭秤 那細節可能高中以後會講就不要管它 證明了一件事情 什麼一件事情就是 兩個點電荷之間的電力大小 跟電量乘基層正比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然後呢這個利的方向是沿兩個線的連線 中心連線的方向 這稱為庫倫定律 講的就是禁止電荷之間的交互作用力 這就稱為靜電力或者是庫倫力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跟電量乘基層正比 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第一個東西很像 跟誰很像 YMV 質量乘基層正比 電量乘基層 距離平方乘反比 OK 這裡是電量乘基層正比 距離平方乘反比 所以就有個公式長這樣 看完就算了 不用背它 國中又是一樣 F叫做庫倫力 靜電力 庫倫作用力 Q叫做電荷 所以電量乘基 Q1乘Q2 R叫距離 距離平方 還有個K叫做庫倫常數 國中不加 所以就跟萬有引力定力一樣 萬有一個G有沒有 有一個G M1乘M2 R0乘一個G 國中沒有加那個G 所以國中不會真的要你去算 萬有引力有果大 這裡也不會真的要你去算 庫倫力有果大 考什麼 電量變兩倍 力量變幾倍 距離變三倍 力量變幾倍 就是考那個正比跟反比 考那個正比跟反比 考那個正比跟反比 所以有考這樣都可以了 所以公式你可以不用背 你要記得 跟電量成基層正比 跟距離平方成反比就可以了 OK 這樣子 長這樣 OK 跟我們當初的萬有引力定力很像 而且考試也考得就差不多 就是把一個條件改變一下 為了它會變成幾倍 就對了 待會兒有各種不同的考法 我們以後再說 再說 OK 在相同的條件之下 靜電力是遠大於萬有引力的 比如說兩個電子擺著 它的靜電力遠大於他們之間的萬有引力 可是你平常只會覺得東西會掉下去 是因為受到萬有引力的影響 你不會覺得我們兩個通通 因為靜電力互相也是 你就撞在一起 或是噴噠 因為靜電力互相還是就分開 你都沒有感覺 那是因為你身上有一堆的正電 跟一堆的負電 正負相吸 這樣就把它抵掉了 所以你平常感受不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講 應該是靜電力比較大 萬有引力會比較小 這個大概觀念上知道就可以了 請寫課上練習 請到拍攝 請按鈴鐵 請到拍攝 請到拍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